反正是我们辖区的小旅馆发现没有结婚证住在一起的通通过发款 我就不信这么大的辖区竟然发不到款 干什么家 走走走 给我坐 有些人不要以为谈钱就是丢人的事 我觉得这是你们思想僵化的表现 不错 我们所是模范派出所 这点我并不否认 但是也存在很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经济搞不上去 否则官局 不 马局 他也不会让我到这来当所长 是吧 马局说了 派出所嘛 也要与时期近 开靠创新 不能当靠国家的那点财分拨款 更不能伸手向分局去要 要大家多动动脑筋 才能摆脱目前这种穷困状况 是不是 就说咱们管辖这么大侠区的派出所 老所长要走了 大家想请他吃顿饭为他送刑 可是连顿饭前还要个人去掏药包 你们 你们不觉得丢脸吗 啊 你们觉得这是连正吗 不 这是耻辱 传出天然间笑着大牙 哼 所以啊 从今天开始起 以后这类的事情 绝不允许再次发生 听到没有 什么话到这讲来了 你们到这讲 让你们讲前不讲 既然马局让我来当这个所长 我就得挑起这副担子 带领大家往前奔 啊 只有所里脱了贫 有了钱 大家的收入提高了 社会自然才能更好 更上一层楼嘛 行 今天会先开这点